不如再谈谈内地的电力股 因为内地可能会改变收电费的模式 会分为三个级别 即是越用得多电就会越要给多些钱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的 现在可能会分三级 每一级就加大概三毫子人民币 所以都要问一下你 Jason到底内地的电力股 会不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可以收多些电费 看回这次的政策 都是以一个试点形式进行 即是首先会选几个城市去做 加费的方案都分了几个阶级 如果本身用电用得最少的班 其实是不需要加的 如果去到第二班那边 就是加五分的人民币 用得最高的那些 就要加三毫子 如果看回内地居民 即家庭方面用电的习惯 其实有接近八成的家庭 都是属于最低级别的阶级 意味着今次的调整 对八成的家庭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说间接对于电力股来说 我相信那个帮助都未必会太大 即是说其实电力股 大家暂时没有什么吸引力在那里 如果你看到这些电力股 当然你说中线来说 中央仍然会支持他们 不至于让他们亏损很多 因为如果你看回上一年 那个情况就是说 当那些电企不断蚀钱的话 他们是不愿意去发电的 亦都令到很多的省份 很多的城市都没有电供应 所以如果你说中央为了防止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就应该会支持他们 但是等不等如会 即是即时会令到他们可以赚大钱 我相信这个机会也是不高的 好 谢谢Jason 不如跟着我们就讲一下大市 因为今天港股在期指结算日 就先升后跌 上下波幅281点 波幅都挺厉害的 其实都有些消息 原因就是美市的时候 内地股市就受到拖累 就是受内地股市拖累 港股就跌了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 就是报20741点 跌了68点 成交债512亿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西班牙那边公布了失业率 都相当之高 创了18年的新高 那我问一下你先 不如我们首先分析一下 其实欧债问题 都是近期大家关心的焦点 因为早前荷兰那边 就担心他可能会被调低主权评级 现在西班牙又公布了一个 相当高的失业率 那欧洲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么浪贯呢 是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 独特的问题 如果你说好像西班牙 你来算 你看到他今次失业率 都去到接近25% 意味着 十个人里面 有两个半是没工作的 如果你说失业率是那么高的时候 就自然都会令到整体 银行的怀仗风险都提高 例如之前有些人可能借了钱去买楼 还不到 如果他没有工作就自然还不到 到最后受损的那些银行 都可能又要再度补充资本等等 这些问题我相信 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得到的 至于你说荷兰或者法国 现在面对着的问题 就是那个政局方面 因为你说今次法国方面 或者荷兰方面 新政府上台 如果新政府又是推动一个 所谓福利主义的话 那会不会令到之前 落实了那些削赤方案 都有机会要推倒重来 那这些因素 我相信都令到欧债的问题 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得到 但是至于你说近期市场的焦点 似乎不是那么摆在这个地方 反而就对于就是内地 什么时候缩银根 又或者是 大家都有个憧憬 没错 又或者是美国方面 会不会第三轮QE 那这些因素 就令到市场 就不至于跌得太多 那好 你预料下个礼拜 我们的焦点 就是刚才你说的 内地会不会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 和美国会不会推倒第三轮QE 放在这里 和行指的走势会是如何 看下个礼拜 内地方面就会公布PMI 就是做业指数 如果你说今次的指数 都有个回升迹象 再加上人民银行方面 都有机会是要 调低存准率的话 那我相信内地的A股 就应该会做得挺好的 另外美国方面 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下个礼拜五 公布个就业的数据 是 因为看回之前白蓝黑 讲过的说话 都说一定要把焦点 摆到失业率那里 如果你说失业率都没有明显改善的话 接下来推QE3的机会就大大增加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因素 大家都值得留意 行指方面 我相信初步阻力仍然是二万一 但如果说它能够升穿阻力区的话 再上个空间 我相信就会有机会试二万一千五 好 谢谢Jason你的分析 今天请了两杯饮品 我这个是柚子蜂蜜的咖啡 而你这个是梯子的咖啡 我们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